欢迎收看 标谷智囊团 我是你的老朋友 宇哥 昨天大盘 大家要说完蛋了 今天大盘 大家都说 一整个都是 不知道怎么搞的 竟然给你跳空大涨200多点 搞什么啊 本来觉得说 这个地方好像不行了 其后放空他 今天又给你跳上去 糟糕 空单又被嘎 那前两天 月季线死亡交叉 本来多单通通停损掉了 转空单 结果 一空下去就被他拉上去 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跟各位讲 这个大盘就是 今年的指数 他就被特定外资在控制 你注意看 你看上一次 这次有没有 2200多亿的杀盘 这一次 2684亿的杀盘 4月25号这天 大多凶 这一根杀多凶 你看 你看了没有 直接给你灌破季线 这条季线 大盘是从去年10月份 建低点以来 没有跌破季线的 他那一天跌破季线 我当时跟各位讲 我说 从去年低点 从这里这个低点 往上突破季线之后 对不对 从那一次突破之后 下来 他就没有跌破季线过 12月的回档 也是到这里而已 3月份的银行危机 也是到这里而已 这次是怎么样 疫情也解封了 美国的银行 看起来也OK了 升息也只升一码了 搞什么跌破季线啊 对不对 赶快转手放空他 糟糕 一放空怎么样 又被你嘎上去 又被外资拉上去 这边放空 给你拉上去 空单停损 转多单 看上去要创新高了 好像要过去 过一万六了 马上转多单 多单高兴 不到一天 直接又给你灌破季线 赶快多单再停损 转空单 又被嘎 一个月的时间 多空 被扒两次 扒到满天心 扒到逼到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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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难住 这个盘 我跟各位讲 我们昨天跟各位谈 有没有 你看这个3008大力光 我昨天讲 它早就先占上月线了 有没有 而且它占为两千块钱 这个叫什么 先打底 先落底 先持稳 你看看大盘 大盘还是 还在 大力光告诉你说 我先站上月线了 我先站上月线了 大盘是月季线 死亡交叉 它先站上月线了 今天 不啰嗦 直接 给你跳空 过季线 用跳空的方式 过季线 强不强 非常强啊 所以我觉得 你现在就是 这个盘式 你不要太费心思 去想说 到底是多 还是空 我说实在 今年的期货 非常难做 这个盘 被特定外资 去控制住了 那你说 政府难道不管吗 政府怎么管 政府管什么 人家合法的用 用期货 用现货 用选择权 去控制啊 你以为政府 可以找到他们吗 可以抓到他们吗 抓不到啦 整天在讲说 操控股市 操控指数 最大的 可恶的东西 就是那批外资 你说有没有 当然有 绝对有 因为台湾是 加权指数 各位懂我意思吗 就是个别股票权重 它很重 它就会影响 那 另外 这个大盘 你注意看 大盘 有没有强 很强 大盘其实很强 它这个地方像不像 这里 很像嘛 我刚刚还没讲完 这个地方 季线跌破 好像要破低 给你一个跳空开高 跳空的一个长红棒 接着给你过 再给你站回到月季线 再给你杀下来 等到你觉得不行的时候 再给你一个跳空 但是 但是 你注意看 我们看要看重点 它有没有过这个高点 这一次大量杀下来 杀到这个地方 最后来讲 出量 这个高点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过 过了嘛 所以 你用肉眼看 其实加权股价指数 它看起来好像死掉了 结果又被拉起来 而且又过了那个 伤害最重的 那一根黑黑的高点 所以坦白来讲 我觉得 这一次就是一个 上下整理之后 这个资金 还是要回来做新的族群 没有死 因为如果这大盘 江河日下 指数这样杀距 你大罗神仙也没有办法 没有人要做嘛 对不对 只剩下 互盘的 国安基金 国安基金现在 又不在场内 对 但是你看OTC 你若选错 你看OTC OTC其实相对弱的 你看见没有 它这根黑K 其实都没有过 有没有看见 这一根的黑K 的高点都没有过 更何况这边出量的 这两根黑K 这两根四为一根嘛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压力带 有没有 这一二三四 这四天 这四天 这个压力带 有没有 它现在在这里 所以代表内资 事实上来讲 它的资金还没有完全进去 它是高档去做获利 很多啦 你看 我拿权重股 来看 六四八八的环球晶就好 是不是若 你再看一次 这环球晶 这是OTC权重第二名 排名第二重的 普瑞 这是OTC排名 第十大的 权重排名第十大的 都很弱嘛 所以说OTC怎么上来 你看合一有没有 昨天破低 这是OTC权重 我忘了第五还是第八 那现在其实你就知道了嘛 那为什么OTC会比较弱 对不对 那比较弱的情况下 你们可能没有这些股票嘛 可是人家资金收回来的时候 对不对 如果当大盘家庭职务走稳上去 那那一支他就会放心回来再做 可是绝对不是做原先的那些主流 所以军工我也跟你讲 军工上去 只剩下5284JPP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 他昨天创高嘛 那创高这个地方就要整理了 他最强 但是 像 2634 汉响 他会反弹 1584金刚 他会反弹 这个5009融钢 他会反弹 反弹没有问题 但反弹 在高档的人买到的 还是必须要有自知之明 必须要见好就收 那不然有些股票 你看 你看现在这稳帽 这一路破怎么办 有反弹 反弹你不走 还是在破 老师我舍不得 老师我在这里舍不得 舍不得什么办法呢 你不卖别人卖嘛 对不对 你是一张两张 人家200张300张 人家 反弹就卖了 所以千万记得 我也跟各位讲 这个时候不是一直在告诉你说 哎呀 这个资金啊 转到哪里去啊 我跟各位讲 我不会带你去买五幅 我不会带你去买三幅 我不会带你去买旅行社 在这个位阶 我不会带你去买 为什么 买了短线上又高了 高了又下来 你怎么办 所以我连分析都不分析 现在才给你分析旅行社的 不及格啊 我光讲这软体 我二月多的时候跟各位讲 我最早二月十几号 跟各位讲资通 后来给各位这份资料 红基资 从三月一路涨 一百八涨到三百零三 我的资讯够不够领先 两个月前 两个月前 那我讲你真的要做 你注意新顶 因为新顶第一季赚2.89 红基资赚2.88 两个从比价效益来看 一个涨到三百块钱 一个两百块都不到 那新顶又是中顶的 子公司 中顶是一个非常老牌的 一个公司的 你们有做工程的 你们大概都听过 台积电很多建厂的厂物的设备 其实中顶都有成蓝 它中顶集团的系统软体厂 最重要是绿色工程ESG 那当然这个也不要追 有压回我们再去买 有压回我们再去买 智联 有没有 智联 对不对 涨了143块钱 创新高那天 全部获利入贷 全部获利入贷 今天跌到110.5 差30块钱 我卖掉到今天低点 差30块钱 我还没出手 大宇之 短线乖离过大 来到新高附近 全部获利入贷 全部获利入贷一趟 5月8号 1284块钱 满手钞票入贷 我有没有跟你讲 我最有资格跟各位讲 什么强势股票 我带你们去追 我最有资格 可是我现在都还没有 为什么 大盘今天才刚刚从加护病房 跟出来 昨天还在那边 季线要破不破 今天直接一个跳空长红 他就像最28号那根 红K一样 所以今天大盘恢复了 从急诊室推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好好把握机会 好好把握机会 所以看起来 有很多股票 你都可以掌握 乐视绿能 有没有 46块创新高那天 全部获利入贷 你看到今天1529 还在这里 出掉 所以我想这些股票 当然这都过去了 那过去不管你赚还是赔 那都过去的事情了 那过去的绩效好 也不代表未来一定好 就常常跟各位讲 你过去赚钱 你过去做个标股 你过去赚很多 那你现在呢 你现在资金 如果是都已经空出来了 那 这个机会就在你手上 那机会就在你的手上 那如果没有呢 哎呀老师 我做了一两档标股 但是我现在股票 买了一堆 我来不及卖啊 那就现在卖就好 现在整理就好了 把它集中 集中集中嘛 把它集中起来 好 来 这个毕音 演唱会 五月天 林俊杰 中华剑 去年没有的 今年有 那你说你去买那个旅行社 旅行社很多都连标四根掌 三副连标四根掌听板 你敢去追 给你一个回档 你怎么办 对不对 那毕音这个量刚刚起来 慢慢起来 是不是 昨天涨8% 昨天 刚刚起来 你看 这刚刚起来 怎么都没有涨 这是出生段 A波 B波 然后在这里 这边整理 是不是刚开始而已 所以我想 这个行情 当然 或许很多人 还在 有的人还在 在想 那除能怎么办 重电怎么办 这个探权 怎么办 还有更早的 之前说 套牢电子股 怎么办 这个部分 交给我 你的股票 赶快告诉我 我来帮你整理 把资金 现金水位提高 你才有资格 跟上下一个阶段 这个布局 否则 否则 我常常跟各位讲 你拉回会买 天天都有涨停板 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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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 你没有资金 你永远 都只是 痴人说梦 所以 我看过很多 投资人 对不对 每次来找我的时候 老师 我股票一大堆 那看到我们 绩效这么好 很心动 想要买 但是手中没有钱 那趁现在 我们都还没有 出手的时候 我上一波 很多股票 我都已经 全部清空了 钞票满满在 在口袋里面了 趁还没有出手的时候 我来帮大家 来调整他的持股 那才有机会 跟上下一波的行情 人是英雄 钱是胆 祝大家天天都有 涨停板 转发给大家看的 优优费 带来自大堆的行情 像年转发给大家看的